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不恰当的话 乱乱按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受损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创谈这个主题 就是胡乱按摩 小心酿醇悲剧 马上进进 先大主题吧 当感到肌肉酸痛或是身体僵硬时 一部分人会到按摩院按摩放松 然而市面上的按摩院非常多 提供的按摩手法也各有不同 如果是按摩手法不正确 稍有不慎就会对身体肌肉 神经以及血管造成永久性损伤 甚至导致瘫痪或是生命危险 世界上因为按摩而伤亡的案例层出不穷 近期更出现了一宗 因为技师按摩力度不当 而导致男子险些中风 一度失明的案例 究竟按摩有什么注意事项 按摩到底有没有禁忌人群 什么样的按摩疗法才是安全的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交战 让专家告诉我们正确的按摩手法 安全按摩 保障健康 为什么这个按摩的过程当中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呢 那里头其实我们身体的构造 也是非常地缜密的 所以会不会是从人体的构造来说的话 里头是什么筋膜 还是什么淋巴 这些种种的这些成为了这个关键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这个课题了 马上请到这位专家 他就是内脏筋膜及淋巴治疗师 饶小兵 老师好 老师这样我们刚刚这样谈下来 其实所谓按摩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它是一种放松 一种所谓的可以让我们身体 比较舒服的一种活动 但是它其实是有安全的隐患在里面的 是不是 的确是有的 我想是市面上那种按摩方式有太多了嘛 就传统的物理治疗的肌肉 放松按摩法 还有开乳 还有传统的中医的那种整骨 推拿 甚至西方的小鼠 我印度的都有 真的太多 太多 太多 市场上太多了 你要怎么去选择正确的按摩方法呢 其实是否你们就是个人的需求吧 如果运动伤害的话 当然找有专业知识的物理治疗 运动治疗师 但是市场上很多人都是因为自己肩膀疼痛 工作环境造成了紧张的疼痛而去找按摩师 所以如果说 我说哪一种安全 没有说一定的安全的 甚至说有专业资格出来的那种治疗师 他也会出错 取决于他们的经验 除了受训背景 他们的经验 也要看一下他们的面对的对象 比如说他们的那种经济的族群 有没有挑选的震荡 因为如果病人的话 他本来有骨质疏松的 就在有经验的治疗师 他可能会下手 遇到用错的时候 他们会造成骨折 或者脊椎错位都有的 如果一个没有受过正统训练的治疗师 但是他的经验很丰富 他可能针对正确的族群 他可能了受会非常好 他说没有一定的安全性 或者没有一定的说一杆主打 整条船全部都不好 没有 对 可是老师真的说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背景我们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受过一些正统的训练 我们更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我们在坊间里头 甚至现在可能我们在市场上 有看到很多的一些按摩院 然后你知道可能泰式的啦 印尼式的啦都很多 可是他们可能这样子来 把我们这样拗来拗去的那个过程 我们也不知道 是是是 我本身也是有尝试过一些按摩方法 自己有去做过足疗啊什么的 有时候是不太好的那个feedback 我自己做完过后呢 所以会比较说 酸痛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所以这种的我就会秉除了 我就不再去做 所以我想说 很多人问我 这个治疗适不适合我 我说只要它力道不会过分 如果你知道说自己的隐患是什么 比如说你有高血压 你有骨质疏松症 或者就是说你急性的肌肉拉伤 你就不要去做那种 重力按压的那个治疗方式 只要力道轻柔的话呢 怎么样的好都会比较安全一点 老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说 就是所谓的因人而异 那就算是同一名按摩师 他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力道 但是因为他的就是所谓的顾客 他的体质不同 所以出来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 如果你哪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做过运动的家庭主妇 跟一个整天去健身拿铁的那个男人 找同样的治疗师 治疗师用同样的力道 可能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个伤害 只是对那个我们说 那个肌肉很僵硬的那个男人来说 可能他的力道就不够了 然后我们说你要挑对族群 所以治疗师的背景跟知识 跟挑选的那个病患要很正确 觉得病人也要懂自己的原因在哪里 我找你做治疗 我到底是要放松的 还是要治疗病患的 还是要怎么样的 因为每个人内心的那个诉求 可能都不一样 好 那来到这里呢 我们观众朋友 他的手机微号就是0955 他有一道问题想要请教的 就是说按摩椅的力度太大 安全吗 这个按摩椅真的有时候很难控制 因为它是机器的 我也有过一台以前 只是从来没有去做过 因为按摩椅 就是按摩椅它设计的时候 它一定是 它不可能说因个人化来设计 对不对 它一定说它有它的力道 从一到十 然后我说 如果你买这按摩椅 是给你八十岁八岁的老婆婆 跟你是个很肥大的一个男人 我要坐在按摩椅里面 可能我放到第十 我就不觉得说它力道不太够 但是如果你的八十八岁老婆婆 还有骨质疏松症 她又很瘦弱 坐在同样一张按摩椅 她可能就不能够用到很高的力度 所以我想说因人而异 你必须要 很会去评估自己的需要 跟舒适感 如果你越按越痛 那已经达不到 你所要的那种治疗效果 其实要放松 因为你疼痛的时候 会造成你肌肉紧绷得更严重 它会有交感神经 因为觉得诊息很紧的 反而不好 你找不到 它反而效果 老师 但是有些人的观念就不同 有些人就认为说 按摩一定要感觉有痛 才有效果 这个是迷思的 对 其实这个是迷思来的 所以在我 以前我是做治疗 就是说做中风治疗的 我们有时候会在某一些肌肉的 某些什么trigger point 有一些肌肉它已经打结了 那个点我们可能说会稍微有点疼痛 但是不会痛到你喊救命那种 你可能会有止压 让那个肌肉放松 但是不会说整条这样子 拼命地这样戳拿 不会 所以在物理治疗方面 它是有些点可能会痛一点 再不会痛到造成伤害 明白 就是说no pain no gain 这个技术已经我觉得不太适合 不能够过度的一概而论 了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通常宠按摩会导致身体的伤害的话 大概会有哪几种 这个呢在研究就是在有report的 就有research过的 就包括急性脑中风啊 失明症或者是孕训 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去那个理法院 它那个椅子洗头发的椅子 不就是很高的吗 就是它没有一个枕头在枕着你的 因为我们颈椎呢 我们提供脑的那个血管 有前后颈动脉 跟后面的我们叫vertebral artery 就是脊椎动脉 所以如果你长期这样往后仰的时候呢 你会造成它那个后脑的那个血液循环受阻 所以你会允训 因为后脑是脑干 它控制心脏跳动啊 跟那个呼吸的 所以会猝死 然后急性脑中风 如果你是有carotid plaque的话 就是对于有阻塞 那有些人是想做 很快速的领动那个颈椎嘛 对 额顶嘛 对 可能会造成那些血块脱落 然后流到脑里面就变成脑中风 跟眼睛失明也是一样的 弱血块阻塞到眼球后方的血管 还造成了眼睛失明 而有些是趴着做很多那种后脑勺 这种急压 后脑勺这一急压呢 这里有两条神经呢 是跟眼球有连接的 因为后面这边很痛的时候呢 他们也说是喜欢用力的急压 所以这也会造成眼球的 有一些肌肉的那些脏力 对 造成暂时的视觉模糊 了解 这就让我联想到 就有一个男生嘛 他在泰国按摩 结果就导致轻微中风和失明 是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对 然后你看到我们颈动脉 即使你没有做大力的扭动 颈动脉这里有颈动脉斗嘛 就是那个我们颈动脉斗嘛 这里是感应我们的血压的 所以如果你急压太久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的心跳变得很慢 然后呢 你的血压会降低 所以这些人如果是急压太久的时候呢 他就会晕训 明白 那老师 那刚才我们在镜面上看到的 就是所谓的比较高风险的按摩的部位 大概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 就是颈部 颈部 颈部 还有后脑勺 因为这很多心脏 这很多神经系统 还有血管 还有一个密组神经 都会造成你突然间晕训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腹腔嘛 腹腔这边位下方其实是个胰障 我们叫Pancris Pancris这里很怕用重力按压 你重力按压的时候它如果受损 它不会自我修复的了 然后膝盖后方这里有做过神经 如果你用力再推拿 用力按的话 可能不小心伤到做过神经 会造成下背痛啊 或者小腿抽筋 然后背后有肾脏 如果你不要说有些人是 按摩方式是站在脊椎上面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然后不小心如果压到肾脏的话 也会让肾脏受损 真的 因为一般上我们的理解 就是按摩可能比较表面啊 可能到我们的脂肪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皮下组织 原来不是还可能会伤及到 我们的内脏 对 因为在2019年 在国外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有一个老人家 他因为腹腔急性疼痛嘛 就是那个大肠阻塞 所以自己在家里就用力的去按压 造成那个大肠破裂 这是一个案例来的 在国外已经有报道 所以老师 像我刚刚这样听你谈下来 感觉说假如说血压有问题 例如说高血压的人 他在做按摩的时候 是要特别的注意 也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高血压的时候呢 他没有受到控制 我们想说是不受控制的高血压 你如果在做重力按 做止压法 其实是说你紧张嘛 你会痛 其实很多人是忍着 都说不痛就没有好 忍一下 忍一下 就忍 其实他血压会飙高的 他不知道 那就是可能说反而是中风 对 因为他在忍着 然后你又在大力按压 那就很危险 我要做的主疗好 其实我早期 我当我年轻的时候 他们有学到这种 淋满一流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说 忍 忍一下就过了 忍 忍一下就过了 只是我发现 我其实全身在紧绷着 我就在忍那个脊压的过程 我其实整身就平了 不好 也不好 好 了解 所以就是所谓的 除了高血压之外 有没有哪些人 他特别要注意的 例如说 假如说他经常有做这些按摩 涉及到所谓拉扯的 如果骨质不太好的话 对 骨质不太好的 你就要去尽量避免那种 重力的那种按摩法 跟那种喜欢扭动脊椎 颈椎的那种按摩法 你可能挑选的 比较是精油按摩 会比较轻柔的 或者一些比较 淋满按摩也是很安全的 只是安全的话 它有它经济族群 可能我们后来再讲一下 淋满也就是很轻 但是它有它的危险性 所以每一样的按摩 都有它的经济族群 对 可是老师我有听说过 就是可能人在生病的时候 特别是发高烧的时候 最后不要去按摩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发高烧的时候 你身体就是等于有感染的 那你不知道它感染也在哪里 可能是皮肤感染 如果你说按摩的时候 你是会让它的扩散 然后在做淋满引流的时候 更加不可以做按摩 因为淋满它是传导细菌 跟传导白血球的 如果它细菌在那个淋满管里面 你这样子快速地给它流动 就吃到全身了 就血毒症 真的是 我们是经济来的 就变成血毒症 不好 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其实在按摩的时候 一定要很知道地明白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这个 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 我们的需求 对不对 还有可能 我们有一些病史 还是什么的 还有按摩师它的背景的话 这些其实还是要特别注意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他去踢足球 他踢到的时候 他就 他不知道脚已经脚骨裂了 他肿起来 他就直接去做按摩 按摩过后 他的骨折移位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有裂痕 他就直接说去穿头推拿去消肿 其实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更加的加持了 加持过他的饿 就是说本来是不用开刀的 只要打蛇膏就会好 反正是需要去开刀 用铁片固定 所以也要看你们的病史 你们不了解的话 就不要随便去找按摩 只去乱乱按 对 所以受伤了 不用二话不说 一定先去照一个完整的X1 对 先去照 看你有什么 underline problem 就是什么 你也隐移 对 好 那来到这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 按摩真的好多好多种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 动物按摩呢 那我们现在先打住一下 来了解一下 一些奇葩的动物按摩吧 奇葩的动物按摩服务 蟒蛇按摩 蟒蛇按摩自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出现 古人认为蟒蛇与伤口愈合有关 因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 都会使用无毒蟒蛇缠绕着病患进行治疗 迄今为止 这项特殊的按摩服务 依旧出现在美国 以色列 菲律宾和印尼等地 据悉 蟒蛇按摩能够刺激人体神经 以释放内非态和催产素 从而让人体感到放松 和愉悦 大象按摩 大象按摩在泰国十分流行 这个项目可以在当地的动物园体验 大象按摩的过程十分简单 首先体验者会趴在地上 并在肺部铺上一条毛巾或布料 接着就由大象用橡笔 以及橡脚拍打按压 据说这些大象经过严格训练后 对人体承受力有把控度 因此吸引了许多喜欢体验重压按摩 或是寻求刺激的游客到来 然而大众对这项观光卖点 成两极化反应 有人认为大象按摩动作可爱 但也有人认为大象不应该被训练成为 人类服务的对象 蜗牛按摩 蜗牛按摩在欧美国家特别受到追捧 据说蜗牛分泌的弹性蛋白有杀灭细菌 和减少强烈紫外线物的作用 于是许多商家把它加工之后制成美容产品 因此蜗牛按摩变成为一种新式美容疗法 由于蜗牛身上的粘液 能够有效地加速皮肤再生 减少皱纹 伤疤或是烧伤的痕迹 因此蜗牛按摩的服务 在国外的美容院以及按摩院都十分常见 尽管如此 许多专家和皮肤科医生对蜗牛按摩 依然抱持怀疑的态度 今年来主办 家家来挑战 你在家有帮忙的事吗 有受过训练吗 你要不要去骚扰人家 你看到人家很忙吗 你之前有没有研制这个集的 没有 没有 这样会入味吗 入味 应该是会入味 我是觉得这一集 应该是我们看到的 真的属于最传统的家常菜 是 好吃 到我阿嬷的味道 来 是的 那第四集的新年来煮饭 主题就是婆孙荡 那尽管这个婆婆们 有丰富的烹饪经验 但她们需要带着播放 想量无止的耳机与孙子们 配合做菜 研究这些挑战 是否会不会难倒 她们呢 那当中又会发生什么趋势呢 就在这个周六 1月7日晚上10点呢 让我们与评审嘉宾 周九五立轩一起来看看 婆叔们有趣的互动吧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火力加油站今天的主题里头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按摩 小青这个按摩呢 按错了就会酿虫悲剧 那同样的我们目前呢 会有内障筋膜及淋巴治疗师 然后小兵Evelyn老师 好 那其实我们知道Evelyn她很擅长的 就是这个徒手淋巴引流法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个是在1932年到1936年的时候 由Danish一个Dr.Volder发现的 在二战时期 他发现的时候的感冒族群 他们的淋巴会特别肿胀 所以在那样子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淋巴引流这种治疗 一直引动到现在 所以现在我学的就是 我们直接飞到德国 去跟Dr.Volder的那个大徒弟 Professor Hildegard Wiedinger 学的一个传统的淋巴引流治疗方式 这个是我觉得是公认 全世界公认最正确的淋巴引流之一 了解 那所谓的徒手就是完全是空手 不需要任何的仪器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机器的补助 是 完全徒手在做治疗 那你们的手要很厉害 很美味 要受过160个小时的徒手训练 所以我们的老师都会指导 我们要怎么去做个肌肉 然后那个力道怎么样 太重也不行 太轻也不好 所以到哪里的很正确 才可以有效 明白 那这个淋巴引流 它专门治疗的是什么呢 它专门治疗就是 因为淋巴系统造成一些水肿问题 它可以说是癌症族群 它也可以说是做健康的 保健 保健也是可以做 因为如果你长期做淋巴引流的时候 你会提升自身的免疫能力 然后再长期做可能会预防癌症 我们不能这么讲 因为很多市面上 很多人用淋巴排毒法 它的确是种排毒的功用来的 因为它是淋巴系统 我们是把细胞组织之内的重金属 细胞排泄物 新的代谢的那些废弃物 带离身体 然后输送到我们的心脏 再排泄到体外 所以如果长期淋巴系统 变得很慢的人 它那个排毒现象就比较差 所以皮肤变得比较差 因为那个细胞组织间 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毒素 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病人 他们不知道 他们其实有慢性淋巴水肿的问题 有时候说颈尖疼痛 痠痛 这都是因为淋巴引流阻塞 造成了神经被压迫 所以肌肉会变得比较紧张 明白 但淋巴为什么会阻塞呢 是不是有太多的废物 没有清理了 很多很多的 淋巴管是由胶感神经来控制的 所以长期高压力的族群 他们很紧张 那淋巴管 它在生成淋巴管 我们叫collector 它会比较紧 会比较门没有开得很大 它的水分就比较少 能够排到淋巴管里面 它就是淋巴都是在表面的 所以上面的淋巴是下不去 你就会变得比较缓慢 然后有些说肺炎过后呢 肺的筋膜会比较紧 然后我们人体的三分之一的淋巴结 都是在颈部 因为我们要避免细菌的入侵 到我们身体里面 而且有很多孔 可以让细菌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三分之一的淋巴结 都会在我们的锁骨上方 所以因为肺感染造成肺部筋膜 变得很紧的人呢 它这个淋巴结会比较不活动 比较功能和市场 你就会这边一阻塞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最后一道门嘛 它这一塞 它接下来的水分 全身水分都会变得比较塞 因为左边的锁骨呢 又是转控全身四分之三的淋巴水的地方 所以左边塞的话呢 你脚会比较容易阻塞 所以脚会比较容易走 再加上淋巴管是没有肌肉的 它必须要靠身边的那些肌肉的张力 血管的我们叫pumping 跟肠胃的蠕动 来触动那个淋巴管的我们说回流 所以人越老肌肉越没有痛的人 它会更慢 平常都已经更慢了 所以我们说 sedentary lifestyle的人呢 长期久坐不动的 它比较容易水肿 因为你的肌肉没有在pump那个淋巴管 所以长期做运动的人呢 有些人问我 我多久来见你做运动 做淋巴治疗 我说如果你生活是active的 你有常常去做运动 你有没有久坐不动 你不用常来见我 除非你有肺部感染啊 然后影响到这边锁骨的那个淋巴结阻塞 你就需要来找我 我来帮你把这个肺部的筋 筋膜通一下 筋膜一通 淋巴结没有被压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容易通了 你就不用说特地要去做很多淋巴引流 然后我们这淋巴引流 对哪一种族群最有效的是 癌症切除过淋巴结的病患 这些人呢 一定要来找淋巴 有资格的淋巴引流 指导师 比如说我们是有执照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特别训练 才能够为癌症族群呢 做淋巴引流 但是对了普通的这种 for wellness for保健的呢 也是可以做淋巴引流 是不用特地找我们说 我们说Lymphoma Therapist 我们可以说做Lymphoma Therapist 不太一样的 我们有不同的资格 就是一些比较保健的那一个 有不同的资格 因为跟治疗 治疗跟保健还是有两个区块 有两个不同的 所以癌症的病患 它有不同的引流方式 所以普通的保健的人呢 我们也要看 它需求在哪里 比如说它是刚刚做肺部手术 或者是刚刚得到肺炎 我们可能会针对它的锁骨 或者肺部多做一些治疗 了解 那如果是下腹 就是大腿骨做过 我们说Hip Replacement 或者是一些大手术 它肿嘛 它肿的话呢 我就会比较针对它的腹腔 跟腿部做淋巴引流 明白 所以大概它的程序呢 就是首先你们一定会 对患者来进行一个评估 是 然后看看它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再拟定给它一个 最好的治疗方案 对不对 然后选择按摩的这个部位 然后针对室的治疗 这个好重要喔 针对他们的需求 跟他们的说 病例来做治疗 所以通常按摩的部位 应该会是在颈部啊 腋下啦 甚至我们的一些膝关节啊 是的 颈部是一定的 因为呢 我们的淋巴呢 是一定回流到心脏嘛 在回流到心脏之前呢 它一定要经过 颈部这边的淋巴结 所以淋巴的结 这些颈部的一定要先做 做完过后呢 我们再看 如果你要针对上半身 或者胸部 或者肺部的话呢 我们会做锁骨 做个腋下的按摩 然后如果做手臂的话呢 我们还要做手肘 我们还有做皮肤的 其实我们 这是淋巴结嘛 皮肤的话 没有皮肤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呢 我可能会示范 一些简单的淋巴结的 一个方式 老师我们在家里可以 可以自己做什么 可以的 只要你要知道说 那个禁忌在哪里 就是当你在急性上风的时候呢 就是有发炎的线燥 比如发烧 绝对不可以做 好 乖 所以我们现在 来我们就请老师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对不对 好 那首先我们 自己可以做的 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 颈部的地方 这个颈部的 就是锁骨上方 好 我觉得这个衣服 比较难看 所以锁骨上方呢 这里 有个凹槽 是 凹槽这里呢 也要小心一点 很多病患呢 他们说越 会挤压的太重 它会影响到 这里的神经系统 神经 这也有神经的血管 明白 所以在做淋巴结的引流的时候呢 不是重力的 我们只是拉皮 把皮往下 去心脏的方向 再放 拉 放 拉放 我从这里 我是往下推嘛 但是如果自己做的时候 真的很轻的 是的 如果自己做的时候呢 我们说 你就把两只手指放到锁骨上方 这里凹槽 拉皮就好了 用指腹 不要用指尖喔 所以指腹 再轻轻的拉下去 做15到20次 放 不要 不要通过锁骨 我们不是拉皮 不是这样子戳皮喔 所以我们是轻轻的拉 拉到最 张力最强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放 拉 放 拉放 15到20次 拉放啊 拉放就好了 不要挤压 因为下面这边很多神经虫 拉放 如果你压得太用力的时候 你会造成你的手臂酸麻 因为这里是神经 OK 所以左边的话 你就针对左边的脸部 左边的胸部 还有全身的淋巴引流 但是右边的话 它只管控右边的脸部 脑部 肺部 还有手臂 所以如果你右边的手臂肿脏的话 你可以多做右边的锁骨 然后再做腋下 好 腋下 腋下 腋下也是很重要 腋下很重要 这也是淋巴结来的 但是癌症病患 全然不要根据我们这个程序来做 这个是针对大众 没有患癌的病人 明白 那腋下要怎么样按压呢 也是这样按吗 腋下呢 手指必须要紧绷 不可以用手指的力 我们是用手臂的力 所以手指 是 在腋下这个最柔软的地方 然后手指不可以动 不要这样子挤 我们用手臂 拉近锁骨方向 只是拉近再上 拉上 15到20次就够了 这个对胸部保健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建议很多妇女呢 经常做这个 经常做这个 15到20次 这个对右左边的胸部很好 但是很轻我告诉大家真的很轻 只是这样很简单 其实市场上很多人 他们以为说淋巴引流是越痛越好 所以痛就是因为阻塞 其实不会的 阻塞的时候水 淋巴是水的嘛 它这边阻塞 它会想流去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它会流得比较慢 所以它会永远 常常会造成一些神经的压迫 所以你觉得酸麻 肌肉很紧 但是它不会痛 在做的过程中绝对不可以痛 你痛的时候一定是错了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老师说 如果你在做这个淋巴引流的时候呢 如果皮肤有红 肯定是错的 不可以红 也不可以有肿 所以病人必须要很地放松 所以我们来做淋巴引流呢 它可以达到腹胶感神经的激活 所以病人都会很想睡觉 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放松 所以在这 在indication我们说 适应症的话 是包括一些高压族群 或者胶感神经很紧张 常常很紧张的人 可以做多一点这淋巴引流 因为它会让你的腹胶感 比较活药一点 你就比较容易放松 睡眠会比较好 所以老师这是上半身的 那如果是下半身的话呢 下半身的话 你可以就不用做腋下 但是你一定要做锁骨上方 锁骨上方 因为淋巴是从下肢 进入到深度的腹腔 再进到左边锁骨嘛 所以我们在做淋巴引流的时候呢 你如果要做下肢的话呢 你多做左边 不用做右边 多做左边 然后再做深呼吸三次 因为这个深度的淋巴 管是脚回流的地方 做深呼吸的时候呢 记得就把那个肚臍呢 就吸到脊椎的时候 吸气 吐气的时候尽量用肚臍去挤压脊椎 用那个肚子那个感觉 对对 因为那个淋巴管就是在脊椎前方而已 你就这样子在做 压力的时候呢 你会把里面深层的那个淋巴 回流到左边锁骨 所以你先做锁骨 再做这个深度淋巴 然后呢 你就再做 我们骨骨上方 这里我们在肚臍一两 我们一定要做 对 淋巴 这也是肚臍哦 所以深度呼吸过三四次过后呢 你再用手 是 腹这边 在骨头上方 我们说穿比基尼的时候呢 你在骨头上方 靠近 我们叫 这边做一个推拿 就是推 把那水 感觉上就是手呢 是这样子推动的 只是很轻的 很轻的 按推 对对 你不要去拉皮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拉的 OK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步骤呢 同一个部位呢 这样子深深的 不是不用很深 其实这样子 只是这样子 轻轻的 我们英文叫做 scooping 明白 所以老师 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最好一定要喝多一点水 对不对 先喝水 因为呢 如果你的细胞组织 那个水分很干的话呢 你在做淋巴引流的时候 它不够水分 去把那些废物 带到那个淋巴管里面 然后做淋巴引流过后呢 也要多喝水 因为你要把毒素排到体外 明白 那老师 在做这个淋巴引流的话 其实有没有一些竞技人权 有啊 就是第一 第一次的 怀孕的不可以做 因为淋巴引流呢 会改变了荷尔蒙的水平 然后第二就是 急性发烧的不可以做 好 然后心脏摔一些 也就是那些站着都会喘的病人 手体部都会喘的病人 心脏已经很弱了 千万不可以做 要做的话呢 你要很小部分的做 然后肾脏摔一些 快洗射的病人也不可以做 因为身体已经不能复合多余的水量了 在做淋巴引流的时候呢 淋巴会加剧 所以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当然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们当一个保健是非常非常好的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艾伯林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有一位玄学老师 要教我们一些 家里大小处的禁忌 好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那么目前距离农历新年 只剩下大概两个多星期 不到三个星期了 我相信很多家庭最近非常地忙碌 不只是忙着买东西 准备新年前的一些东西 最主要的就是要大扫除 是 我相信妈妈们 现在真的是非常地忙了 那其实在家里进行大扫除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地困扰 那如果找到一些家庭的好帮手的话呢 清洁的用品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了 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Masclean Night 新春大扫除的催运习书 里头我们就可以运用 这些清洁的用品 来帮助我们 就可以达到一些 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是 像是有一些洗涤剂 用来洗衣服 洗窗帘什么 最近大家相信都非常需要 像是一些湿纸巾 还有一些消毒喷雾 我相信真的很多家庭都需要 对 没错 那当然其实大扫除 在于我们农历新年 好像是一个必备 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大扫除呢 里头的一些习俗讲究 大家又了解多少呢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他就是我们来下著名玄学家 李元明 比老师 你好 大家好 好 老师先来跟我们谈谈 其实大扫除里头 有没有一些禁忌 或者为什么我们 一定要进行大扫除呢 其实在每一年的大扫除 它象征是一个 除旧迎新的一个习俗 就是说清除所有的脏东西 肮脏物品 不要的物品 将一切都扫除掉 将晦气 穷运全部扫除外 希望来年可以如意 还有健健康康 所以如果你们在大扫除的时候 你们可以买一个新扫把 然后绑上红布 选一个即时即日扫 然后可以将就这个扫把 打扫整个家里 表示吉利顺利 老师说到即时即日 那今年就是CAMING的 这个农艺新年 哪一些即时即利的日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 可以参考的 就是适合进行大扫除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2023大扫除的 即日即时内 我们可以看到在 1月6号星期五 7点到9点早上 然后1月8号星期日 11点到1点中午 1月9号星期一 11点到1点中午 1月11号星期三 11点到1点中午 1月12号星期四 7点到早上 9点早上 这段时间内 你就可以选一个即时 来执行这个大扫除 可以来一个趋运的效果 了解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 这个相冲的生肖 也就是说 如果是生肖这些的朋友 就尽量避开这些日子了 有时候今天 你生肖老鼠的 如果刚好有冲到你的 就不要用 你可以选其他天 但是老师刚刚有说 买一个新绍吧 可是我们现在家里 都是用吸尘机 老师 可以用吸尘机 吸尘机那里绑上一个红布吗 没有 扫把也没多少钱 可以买一个一丝一丝 看到扫把少一少 这些还是寓意 寓意要存在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了解 老师在大扫除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细节 大家是要特别注意的 除了传统的习俗 除了就是说你们打扫干净之外 就是说记得还有脏衣服 一定要清干净 要清洗干净 不要留到隔天 所以你们可以用 Mix Cream来 超强浓缩的洗衣粉 然后三重洁净 就可以去油脂 顽固乌鸡 汗臭味 轻轻松松的清除杀菌 然后一个好运来 对 那这个清除也代表着 象征把这种晦气 都给去除掉 对 然后就留好的 我们迎接全新的一些气息 这样子 对 了解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一定要把不好的 先送走 没错 老师那可以不可以 再帮大家说一下 就是来的农历 Coming的农历信念 有没有一些 摆震可以催运的 如果一般上 我们都想要催财 所以在2023年 它的震财位是在南方 所以你们在南方 八号这个财位 在居家或者办公室 你们可以摆放一个流水事物 让我们来催财的一个效果 流水事物 现在我们就在摄影棚里头 看到的类似这样子的 对不对 对 我相信这样的流水事物 其实在外面 就不难找得到 其实相信很多人 家里其实都有摆设的 对不对 其实好像 这样子小小的一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 不需要到那种 真的很大的那种 不需要 小小个就足够用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 确保它的水 一定要是流动的 流动 而且水要干净 不要肮脏水 明白 那我还有听说过 有些人他们会运用一些 什么富贵竹 还是风水竹 转运竹 转运竹 因为转运竹是水种的 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水种植物的效果 那么如果你是讲 你不在家具 你在办公室 你也可以摆放一个转运竹 这样你也可以达到一个 吹财启运的效果 就是全年都这样子摆放着吗 对 每一年都不同 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 或者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财卫库 然后这样子放上这一个 风水竹的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老师这个所谓的摆放的位置 刚刚老师提到的是在八号 像是这个流水的摆设位是在八号 那假如说我在家里 八号的那个方位 假如说不是很适当摆的话 我们也没有什么一些取巧的办法 如果你八号不适合摆的话 如果说你不适合摆流水摆设 你可能可以放一些就是 例如说很多人会用一些水种植物 也可以 就是说它不要流动的 因为有时没有插头没垫 你放水种植物 放水多多植物稍稍就可以了 或者说小鱼缸也行 明白 当然其实我觉得大扫除的寓意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重要就是达到一种除旧银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万象更新的一种气息 所以家里的清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就可以选用 Mascle Night的这些清洁用品 来帮助大家 我相信说就是来临的这个农历新年 大家就是在打扫的时候 不要认为说打扫每年都重复做 同样的动作 在打扫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帮助催运 开运 确保接下来的一整年运势比较好 对不对 没错 因为可能整整齐齐 清洁的时候 我们整个心情也会比较好 你打扫的时候是不是说 顺便也把心里一些不愉快的过去 全部扫走 真的 会很开心你整个人 是 你开运其实就开你整个人的运气了 是 没错 所以我们说开心就等于开运了 对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了 所以大家记得要用我们的Maskalina来进行大烧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有大厨来做主 近期澳洲著名砖石化品牌DAMONDOTS 在5G加利尔的博威年广场内 开设了全球首家实体概念店 并为此展开一场开幕活动 DAMONDOTS品牌的砖石化 是一种采用人造水晶砖 树枝砖等与设计精良的底图 结合在一起的手工产品 它以设计精美 品质安全 广受世界各地手工爱好者的喜爱 DAMONDOTS品牌旗下除了有备受瞩目的专石化系列 还推出了一系列受国际品牌授权 例如迪士尼动画人物的专石化 为了配合开幕活动 品牌在现场准备了专石化制作体验活动 供来宾参与 感受手工艺品的魅力 此外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美食 抽奖和打卡活动等让来宾参与 好 欢迎回到活力加油站 那么距离没有错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距离农历青年只剩下大概两个多星期 不知道你的年夜饭就是团圆饭的菜色 想好了没有要煮些什么呢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还在想啦 那今天呢我们大厨来做主 给大家介绍一道好的料理 希望呢可以成为你的参考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嘉宾 那就是Chef沈炳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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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你好 是Chef 今天要教我们做的这个是嫩鸡 炖娃娃菜 对 我觉得这个听见名字 因为听到娃娃菜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 新年年菜的那个意味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要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好不好 OK 首先 帮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油 食用油 就一般的食用油就可以了 然后蚝油 蚝油一些 酱油 酱油 基本上这三样就是调味的部分 对 好 然后这个是姜丝 姜丝 所以一边要选什么姜吗 老姜 嫩姜 都可以 都可以 家里有什么姜就用什么姜 就把它随性一点 好不好 就把它切丝 对不对 对 切丝 好 然后有这个葱花 葱花 同样是把它切碎 然后蒜末 蒜末 然后这个是我们腌好的鸡肉 好 腌制好 事先腌制好的鸡肉 首先我们腌的过程就是 可以放点盐 然后胡椒粉 然后糖 然后加一点米酒 或者是一些绍兴酒也是可以 好 简单地吃个味 然后腌制大概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还有这个娃娃菜 好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做法 好不好 好 做法就是首先的话 就是我们先热油 好 开锅热油 这是绝对做许多料理的第一步 然后我们首先我们先可以放点姜丝 姜丝 先爆香 爆香 好 放姜丝的原因是因为姜丝 它不怕焦掉 哦 OK 姜丝它比较会越炒越香 好 所以有些人如果他不想要切丝 他把它切丁块可以吗 切成末 切末也可以 切碎 葱花也可以 好 葱花可以再多一点 好 葱花 然后蒜 就是让这些的味道会更浓郁一点 好 所以Chef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想要介绍这样的这道料理给大家 因为其实这个料理是首先是简单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很快速的就可以出菜了 很快就可以做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做准 因为现在也是快新年了嘛 大家就是很忙 很忙要打扫家里有没有 对 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新年的 大家忙大扫除啦 忙东西要买东西的 然后大家就没有时间去下厨 然后下厨就随便煮一煮 对 然后就教大家做这个快速的去出餐的一些佳肴 这样炒 好 然后就鸡肉放下去 好 就是在葱姜蒜爆香过后 鸡肉就可以下去翻炒一下 好 然后炒到它半熟 半熟 这是一个技巧 一个时间点 Chef帮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炒到半熟而已 因为我们的菜它是比较容易熟 如果你跟鸡肉一起下的话 菜就变老了 烂掉了 所以烂掉就口感不太好 对 所以我们就差不多有点放白 我们的菜就可以一起下去了 好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娃娃菜 它事前也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先做任何处理 我需要 只要洗干净 洗干净就好了 备用就可以了 所以不需要事先把它烫过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而且这些老人小孩子都可以吃 因为它是一个蛮简单 又健康的一些料理 Chef刚刚说到重点的简单做 对 做法相当简单 而且全家不管是老人家 小朋友其实都适合吃 对 Chef 那你这样在煮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加水吗 不需要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干 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 如果你是喜欢吃一些带汁的话 因为炒的过程当中 这个菜也是会出水的 菜会出水 对 如果你希望的就是 更加更多汁水老板的话 对 有一些人想要一些汤汁 去淋在饭上 比较开胃的感觉 也可以的话也是可以加 也可以加 也可以加 OK 好 所以现在要进到调味的部分了 对 好 我们调味要怎么调 就是酱油直接这样子 酱油 淋上去 好 然后你就可以嗅到 那个酱油的香气已经上来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有蚝油 蚝油 蚝油的话 蚝油也是给它提鲜而已 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蚝油的话呢 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法 或者是说不需要放也可以吗 不需要放也是可以 或者是有时候家里没有蚝油的话 你可以直接再加一点糖 给它煎蛋的鸡肉 加一点糖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是不需要下盐 我们不需要加盐 因为我们的鸡肉就已经有腌过了 对 鸡肉腌过了 而且还有放酱油 酱油基本上就有一点点咸味了 我们的菜就差不多了 好 所以Chef 我们怎么看 就是煮到差不多就是好了 就从表面上看 就是看鸡肉 鸡肉已经完全熟掉了 然后它就是你戳它的时候 它是硬硬的 好 带硬的 带硬的 就差不多了 好 所以基本上 我们也不能够炒太久嘛 对 炒太久的话 那个菜就会比较烂了 就是不美也不好吃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在等它最后 再加肉一点点的时候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做这一道 就是这个鸡肉门娃娃菜的 这个做法跟食材 每个人都看一会儿 什么 Seems目的 我给你带亂下去 就看了 这道菜 这道菜 那道菜 就聼了 啥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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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著名卫生用品企业Vinda 在雪州巴山设立了东南亚首个分部 并为此准备了一场开幕庆典 邀请众多媒体和各界人士出席 一起见证这个别具意义的时刻 庆典当天 Vinda和邀马来传统乐团 作为开幕嘉宾 朝着现场的气氛 随后便由Vinda各高层为开幕庆典进行演讲 演讲结束后 便是众人期待的剪彩仪式 Vinda高层在行事团的助行下 完成了剪彩仪式 为开幕典礼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庆典结束后 Vinda工作人员分批带来宾们 前往工厂内参观产品的制作过程 让来宾们得以进一步了解Vinda工厂的整个运作 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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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彩仪式